这个被法官判处死刑的女人 竟然冷言冷语 在法官面前若无其事地抽起了烟 我是日本人 你没有钱审判我 然而在她嚣张的眼神中 却透着一丝恐惧 毕竟这女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从来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现在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何去何从 这个女人便是川岛方子 历史上著名的大汉奸 却有着迷离而可怜的人生 九岁便卖到日本的川岛方子 独自一人来到上海 想开始她轰轰烈烈的人生 刚一下火车 就被人抢走了钱包 好在有一个叫有福的杂技小生 帮她抢回了钱包 看着英俊帅气的有福 方子暗身好感 但短暂的温存 并无阻止她开始血腥的一生 她来到东北 并凭借出色的气质 勾搭上了关东军总司令于野 日本人要利用她满清贵族的身份 来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 便给方子安排了探听情报的间谍工作